而且是負責他們女性事務的主管 他就說某某我騷擾他 他就叫他忍一忍 他叫他忍一忍喔 就吃愛 然後還帶他們去後面的這個公園大叫 他說你要把你的情緒宣洩出來這樣 你記不記得你剛剛開始錄的時候 你就說 我們可以罵民進黨嗎 他罵了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就是 我就在想我會不會這集播出去之後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照我吧 我會照你 好好好 你跟我講我開記者會 好好好 各位歡迎收聽今天這一集的原因 我們請到的來賓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卡喔 我們如果現在是在看YouTube版本的 你們可以看到畫面裡面有這位非常年輕非常帥的 大家好 OK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我們想要來聊聊一些東西齁 我覺得今天這一集我覺得可以聊一些比較敏感的一些話題 反正大家喜歡 有多敏感 大家喜歡聽我們就喜歡聊 好不好 OK OK 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民進黨怎麼樣 民進黨很爛啊 很爛對不對 貪污腐敗性騷擾 哇 性騷擾 對啊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欸 蛤 你真的是真知小白欸 我真的是真知小白啊 第一個 他這個 今年五月的時候就開始被 就有一個女生 他就在網路上爆料啊 就說什麼 他被這個 某某這個 親民進黨的導演 御用導演 然後性騷擾 然後結果性騷擾完之後他就去 呃 而且是在車上 然後就好像是 就是摸他 想要跟他 想要跟他親他 什麼的 然後後來他很不舒服 他就趕快下車 結果下車 他後來就要去告訴他的主管 那是他們的 而且是負責他們的女性 這個女性事務的主管 對 他就說欸 某某殺了他 他就叫他忍一忍 他就叫他忍一忍喔 就吃案 然後還帶他們去後面的這個公園大叫 他說你要把你的情緒宣洩出來 這樣 哇 你真的 你真的是 政治小白 我現在認真在傻眼 是因為 這個東西 難怪你們到現在還一直支持民進黨 我其實是沒有支持什麼特別的黨派 好 然後結果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我會把你講完 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就接二連三的報 報出很多性騷擾的案子 對 然後而且同樣都是痴案的狀況 痴案 包含這個大家以前覺得好像 正義非凡的林非凡 就是參加這個 這個太陽花學院 他也就是主管之一啊 他主管那個部門的 所以他等於是知情不報 所以是知情就吃案了 那 講到這裡 就會講到我們的民進黨立法委員有多爛 嗯 好 今年年初的時候 因為 我們的原能會的主委 叫做謝曉欣 他也是性騷擾他的一個部下 對 那他的部下呢就 呃 就要申訴 他就要申訴性騷擾 結果你知道現在公務機關的性騷擾的 申訴管道的上面就是主管 那你覺得這樣申訴有用嗎 喔 裁判檢求員 裁判檢求員 裁判檢求員啊 他就是摸得好爽 好開心啊這樣 或是騷擾得好爽好開心這樣 原來現在民進黨可以這樣搞 然後都不會被抓喔 入錯 入錯黨啊 入錯黨啊 但是我要講的事情是 對 這個當初在立法院 其實立法委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立法跟修法 嗯 那在立法院發生這個謝曉欣事件之後 那在野黨的立委就提案說 希望重新檢討這個性騷擾的申訴管道 也就是說 倘若你今天應該要有一個 另外一個單位 對 你可以約過你這個主管 對 然後當你上面這個單位就是這個主管機關 他可以說 我接受到你可能騷擾了 嗯 某一個女員工 但是因為性騷擾有時候認定不同 甚至有時候可能是被誤賴的 對對對 好 在調查清楚之前 我先把你調理你的主管職務 嗯 然後等到確定你有 如果你有性騷擾那你就會被截職 但如果你沒有 那你就回來繼續當主管 還你一個清白 他要怎麼斷定有沒有 那這就是要有調查單位啦 專責的調查單位去調查這樣 了解了解 那 但是至少不會像是 之前原本那樣嘛 就是你一聲爆就是你 就是我看到 然後你就直接吃案了 嗯 當作沒這回事 然後可能還排擠這個女職員 然後甚至 甚至是 就是各方面給他施壓 導致這個女職員很離職 然後這件事情就是石沉大海 可是他也不會 這個就是原本的狀況喔 他也不會想要出來 譬如說報警之類的嗎 因為這個應該是可以報警的吧 所以沒有 但是你要想就是 如果你不成案啊 或是很多時候你這個 沒有調查清楚 在那之前你就已經被 弄到生活壓力很大 所以很多人會選擇 就是不講 可是當然這個事情他也有 等於是他也是透過別的管道 然後去 去不斷的去講啊 去申訴啊 或是 呃 或是去爆料啦 然後才讓很多人知道說 原來這個謝小鑫 可能有這個問題 所以 後來就是 要成立這個專責去調查 調查完 反正這不是重點啊 這只是一個引爆點 這一個引爆的事件 那所以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在野黨的立委就提案 然後包含著國民黨 民眾黨 和這個時代力量 那提案完之後 就是說希望重新檢討這個 性騷擾的申訴管道 大概概念就是這樣 結果怎麼樣 現在民進黨的立委 因為人很多 所以他就 直接把他封殺了 封殺的意思就是說 欸我提案說 拜託我們現在要重新檢討 我們性騷擾的申訴管道好不好 然後就 民進黨就俠著眾人之 就是人數眾多 就說 我們反對 反對就沒搞 還可以這樣子喔 對啊就是這樣 這就是 類似一個 這就是一個立法院的一個機制 那這樣跟共產黨有什麼差別 所以很多人說民進黨是綠共咩 對啊這樣聽起來 跟共產黨沒有什麼差別啊 沒什麼差別 對啊這樣聽起來很可怕 這是只是在一個 表面上看起來是投票的 這個民主國家之下 行這個共產黨之 實 這就是他們的 他們執政之下這幾年的狀況 包含著什麼各種 他們會用各種委員會啊 或是各種民意去 去去去去搞你 而且甚至你看之前那個蛋有沒有 嗯蛋的時間 過期蛋的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 結果有一個民眾 他就說他就是在網路上拍 他說他買到一顆打出來的蛋是黑色的 結果不到24小時 就是綠黑色的那種 等於是過期蛋 壞掉的蛋這樣 結果不到24小時他就被警察抓起來了 好那 那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就被警察 他就被警察抓起來 因為這個 他們就說這個是影響了什麼 干擾社會大眾啊什麼 那但是他們自己釋放假消息 都沒有事 只要跟他不 跟他違背的 他馬上把你抓起來 反正他不愛聽的 他就把你抓起來 然後前陣子還有這個新潮流很誇張喔 像徐巧鑫 他就是用了一個這個環保袋 體代 然後裡面放了一個 放一個壽面 壽面 壽面 就是那一代很便宜壽面這樣 加起來也不過 沒有超過30塊 結果呢 檢方一認定就是 就想要栽账他 就說 就約談 很多個里長 就說他們 可能會選 會選 會選 結果他們自己 其他的議員喔 你可以上網看喔 他們那個 哇一整包 肥肥滿滿的 很厚一包這種 就是環保袋裡面 裝了各式的紀念品 讓他們帶回去 選舉小物這樣 喔 對啊 所以 我覺得 真的是需要政黨輪替的 我是覺得其實 因為台灣的社會 我看到的啦 我們這輩子 其實壓抑的人偏多 對 因為我覺得大家的 大家現在的這個環境就是 普遍認知是屬於不好的 那當然還是有過得很好的那些人 但是我覺得普遍會 比較壓抑情緒這件事情 好像也滿反映在 台灣的選舉狀況 台灣的選舉狀況壓抑情緒喔 嗯 看 真的敢表達的人 不敢真的把 內心的話講出來 因為怕講出來會發生像 你剛剛說到的就是可能 民進黨又要搞事啊 可能又要把 現在倒是會有 欸你記不記得你剛剛開始錄的時候 你就說欸 我們可以罵民進黨嗎 對對對對 他媽的會不會等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阿 這個就是 我就在想我會不會 這集如果播出去之後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會你會照我吧 我會照你 好好好 你跟我講我看記者會 好好好 這樣講好了 如果今天一個民族國家 我們的言論 並不自由的話 那其實 某種程度上來講 像我們現在在做YouTube好了 如果吵著這個方向前進的話 那之後是不是連台灣的YouTube都會被管 因為他們可以 他們的觸手可以升級到各個地方 像包含像 呃我之前有發過一支影片 也是有一點點小在嘴民進黨的 對然後底下的留言就被灌到爆炸 然後就被YouTube嚇掉了 然後可能被檢舉到爆炸 對對對對對 就是我的感覺就是理念跟他們不合 你就會被被吵 我覺得他是不太可能把YouTube這個平台關了 那畢竟是美國的公司 但是你說他們會發動一堆人去檢舉你的東西 倒是很有可能 是很有可能 所以他們就是出征吧 對對對對對 這個網軍出征 對 寸草不生 有被小曾過 對對對 有被小曾過一次 因為他們很擅長使用這種網軍 而且他們已經很進化了 他們會自己用網路演一套戲 反串然後再反串 真的 我覺得 那這樣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是演戲吧 那帶風向啊 可是很多人還是不知道啊 很多人還是不知道嗎 還是不知道啊 我以為這個已經很公開透明了 沒有 沒有就像我剛剛講的幾件事情 你可能也不知道 就是社會上 每個人的注意力時間都有限 他也不可能關注這麼多事情 所以 就很容易被帶風向 所以還是這樣子啊 我覺得 選民的素質素養 或是人民的這個民主素養 和獨地思考能力也要 越來越強 我們的民主才有可能進步 對 不然就是被操縱的 假民主 然後我們的民主社會 就越來越退步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沒有 沒有就是 吸收更多方面 更多元的資訊 然後做一個足夠的判斷 然後 常常是用意識形態 會先入為主的去判斷事情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的民主是不會進步的 有感覺在遠地踏步 現在的情況 我是相信 應該會越來越好 我是相信長久下來 照理說應該要越來越好 因為你一直隨著這個政黨輪替啊 或是一直變化 大家應該要可以更開 更開這個智慧 或是更開這個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 照理說應該是這樣 可是說實在 如果一直被操縱下去 那也是可能 最後就變共產黨 對因為很簡單 你看民進黨這幾年做這麼爛 怎麼會 怎麼會到現在 就是不管是詐騙啊 然後年輕人低薪啊 然後物價很高啊 然後這個高工時啊 然後又看到 他們投了那麼多狗屁刀招的法案 而且人民很健忘 我跟你講人民真的非常健忘 真的真的很健忘 幫你封殺這個提案 封殺提案就是 在那個時候大家 人民需要進口疫苗嘛 比如說BNT Moderna這些 對對對 然後立法院一樣 就是提案表決 表決說我們需要進口 四千萬劑的疫苗 進來給台灣人 嗯嗯嗯嗯嗯嗯嗯 結果他們就封殺了 又再一次封殺了 那時候真的超神奇 再一次封殺 可是你知道現在還是忘記了 而且 他們現在的民調還可以高達 快要四成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這些人他們 所以我覺得民主素養啦 我剛剛講了 像我在錄獎的時候 我有把他們很多 投票紀錄拿出來 給大家看了 他怎麼投票怎麼做這些事情呢 很多人說啊你不講 我不知道耶 所以民主素養的提升 也要很清楚知道 這些民意代表 尤其是立法委員 對 他很重要的職責除了幫地方 爭取建設之外 很重要的職責是 這個 修法跟立法 那大家就要去看他 提過什麼法修過什麼法 但這當然又很生硬 然後又很無聊啦 但是我覺得幾大事件 大概還是要知道 因為畢竟選下去 投下去之後 最後影響的 還是每個人的狀況啦 對啊因為這個真的很重要 而且你知道嗎 民間黨的數學都很不好 而且他們學識也不太好 喔這我知道 因為 除了會抄論文之外 你問他3加11是什麼 他們都會很害怕 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個選舉啊 我聽到大多數的人是 不願意出來投票的 喔真的啊 對 我們這一輩啦 我們這一輩啦 就是我的同溫層們 他們就是可能差不多20到25歲之間的這些人 他們是不願意出來投票的 為什麼 因為覺得 反正投什麼也沒有關係 第一個是這個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反正就覺得都差不多啊 沒有我要告訴大家 嗯 這就是 選民要提升素養的時候 真的嗎 你的每一票都很重要 那但是你要怎麼決定這一票 你就是20到25歲 你以為你投的跟你沒有關係 可是 會大大影響你的未來 好這個國家的未來 其實是屬於下一個世代 這個世代 我們一直在更迭啦 那很重要的這一票這4年喔 你這一票投下去 其實基本上會 很深遠的影響我們台灣的未來 因為是誰執政很重要 那我就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一次你一定要出來投票 而且這一次你不能投給民進黨 嗯 我們直接這樣講 這次為什麼你不能投給民進黨 因為 這段時間以來 你可以看到民進黨有兩大神主牌 這兩大神主牌 其實是把台灣帶向一個 越來越糟糕的情況 對 第一個神主牌是這個 呃 台獨 嗯 台獨黨綱 也就是在兩岸關係上面 變惡化這件事情 對齁 那第二個就是 非核家園 第二件事情叫非核家園 非核家園就是完全不用核電 不用核能這件事情喔 那 你等於是你投給了民進黨 你等於是贊成了這個 兩岸關係會繼續惡化 而且甚至有戰爭的風險 然後你投給民進黨 你也代表的是一個我們的 供電會出現問題的一個能源政策 嗯 那你以為能源政策跟你很遠嗎 其實很近 我們等一下講給你們聽 好第一個 這個關於兩岸喔 我們大家想一下 其實現在我在拜訪非常多 民間的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組 很多的單 國外的訂單 都被撤掉了 而且他們都被要求 尤其是國外的訂單 很多都要求說 你要不要去別的國家 除了大陸和台灣之外 另外的國家設工廠 因為對他們來講 他下單在台灣風險很大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的工業區 有很多 都已經週休三四日以上 所以他上班時間只有兩三天 那你就想嘛 你以後你年輕人 二十到二十五歲 你要不要出社會 要不要找工作 要啊 對啊也是要嘛 你也不可能全部都只做內需的工作 你也不可能都只是餐飲業 然後就 好你講餐飲好了 觀光也很爛啊 現在兩岸關係不好 觀光也很爛啊 對啊對啊 那你有什麼好的出路 這就是很實際的 就是要顧肚子啊 就是你還是要顧你的生存 你的經濟條件 而且我們兩岸關係不好 還會影響什麼 我們的兩岸貿易 ECFA 那其實我們 我們台灣賺 大陸的順差 貿易順差 每一年大概賺了 一千七百億美元 有那麼多 很多很多 非常多 那 這些東西如果隨著這個ECFA的 呃 就是很多的那個貿易上面的 像現在他們說我們有貿易壁壘 所以他到時候可能會跟你斷ECFA 或是甚至很多東西他不跟你買 對 他不跟你買的情況之下 那你是不是少賺很多錢 對 而且更遑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大多數的貿易有72%的貿易 是貿易去我們的RCEP國家 也就是東南亞國鞋這些 就是其他國家 對 那他們接下來也要簽一個貿易協定 那也就是說在這個 清單裡面的所有國家 他們互相買賣貨物是免稅的 喔 免稅就不用加稅 所以這個產品就比較便宜 對 可是我們台灣是被排除在外 所以我們就要稅 所以當我們在台灣製造的 等於是 Made in台灣的東西 就等於加稅 那不會有人會買啊 對 因為你的成本就比人家高嘛 對啊對啊對啊 所以再加上你的工廠 很多工廠就會外移嘛 中小企業會外移嘛 那你年輕人要做什麼工作呢 所以20到25歲 要想清楚還是要出來投票 而且這還是第一個 我們今天都focus 不想打仗 我們要focus在 我們的經濟會越來越早這件事 對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EKFA斷了 然後 然後我們又沒有辦法進去RCEP 然後說實在的 講簡單一點 你看你寄望美國 你寄望美國 所以我們吃了美豬 美豬也吃了 也就是萊豬 美豬萊豬都來了 買那個 買他們軍購也買了 他們叫我們做什麼 大概都聽了 對 但是我們還是加入 不進任何一個貿易組織 FTA也沒看到一個影 那再來第二個神主牌是 非核家園 非核家園就是能源不好 能源問題嘛 嗯 那現在我們的能源 就很明顯的 我們是火力發電佔大多數 對啊 台中 都一直在燒對不對 全台灣 你所有台電的電 大多數是火力發電 嗯嗯嗯 那接下來 要被課碳稅 2026年開始 全球要課碳稅 那當 當你台灣生產的東西 你用的是台電的電 那這個時候 你所有的產品 都會被 就會有一個很重的碳足跡 那當你要賣到歐盟的時候 他會給你課一個 這個 你這個產品他會給你課一個很高的碳稅 對 那同樣的 你的MIT Made in Taiwan的所有產品 又等於是加稅 我們賣 我們東西會賣不出去 我們東西賣不出去 這個 以這個階段來講 叫做東西會賣不出去 因為你的東西 就是比 同樣的東西 你就比人家貴嘛 對 雖然現在沒有進展力會怎麼樣 會出走 資金也會出走 那年輕人會怎麼樣 台灣沒工作 年輕人也出走 所以台灣就會變成一個 非常老齡化的社會 然後 除了這個之外 大家因為也賺不太到錢 然後 生活就過得更痛苦 這樣聽起來不是很妙嗎 好我們來聊一點輕鬆的 今天在忙什麼 我剛剛 對我想 剛剛想到我們今天 發生了一個很ㄎㄧㄤ的事情 我早上 本來要去某一個里 跟那個里長 他們去騎腳踏車掃街 拜票這樣 對 就我到了現場之後 臨時這個里長就說 啊我剛剛接到一個電話 有一個大樓 有一個那種 類似那種 酒店式管理的公寓 嗯嗯嗯 有人要自殺 啊也要趕快過去 啊我想說 啊為什麼要趕快過去 因為啊這個 警察和消防員要進去 如果里長沒有在現場陪同的話 他們會 就是會比較不好 不好 不敢開這樣 嗯嗯嗯嗯 好所以我們就 我就說好好好 那里長我陪你過去 因為我還蠻關心這種事情的 對 比如說心理衛生 心理智商這種東西 對對對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陪你過去 然後我們就過去 到現場 就真的很ㄎㄧㄤ 那個人就是 從八樓跳到七樓 但是因為他剛好掉在這個花台裡面 嗯哼 結果他好像也沒什麼大傷欸 就然後他但是問題是他 掉一層樓應該還好吧 是還好但是 一層樓應該還是蠻痛的啊 對應該還會痛 反正到他的家就 到他門口反正也找不到 緊急聯絡人也聯絡不上 然後他主要是他的女朋友 就說他要自殺這樣 說他要跳樓 嗯哼 所以他要報警 然後才通知通知 然後我們才到那裡去 對啊然後 到了他家 就那個官委會會 就把他門打開進去 就看到一個人 很ㄎㄧㄤ的躺在 沙發上面 就是好像在睡覺 不知道是喝醉酒還是什麼 就是 看起來精神非常的糟糕 很恍惚 對啊 然後問他說 你剛剛有沒有跳 他全部都否認 然後他說 可是那個大樓就說 我剛好看到劍士忌 他說我沒有 然後我不記得這樣 就 所以還是算酒後鬧事這樣 唉說實在 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喝酒 但看起來是有 因為我們問他說 你什麼時候喝了酒後 他說昨天晚上 就要做事情之前想清楚 對要想清楚 對 可能還有就是要多多的 心理有狀況的時候 可以 找身邊的 可以去找就是解方啦 可以去心理諮商啦 或甚至是 像現在ChatchPT 他也有這個 心理諮商的模式 就是專業模式 就有人把他語言訓練成一個 諮商式的狀態 可是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可以幫你 可能很深層的解決問題 但是他可以 算是即時的 舒緩啦 那你講到一定的程度 他會說你還是建議你去找 專業的心理諮商式這樣 對喔 我覺得人還是要 當面聊會比較有那種感覺 畢竟跟機器聊就是一個 比較 比較 比較無聊 可是其實不會耶 有些人因為他 有些人他不願意 就是 有些人他不願意跟人講 可是他心裡的話 可是你跟 ChatchPT講也沒人知道 所以你可能 有些人可能聊起來 更自在 就更自在一點 可是也不能過於依賴 因為我也有看過過於依賴 會有一些 反社會人格 而且會有一些副作用這樣 你覺得現在年輕人 適合出來玩政治嗎 我覺得蠻適合的耶 蠻適合的嗎 怎麼說 現在的自媒體 對 的發達 其實讓很多人可以 暢所欲言 然後他可以有他自己的受眾 對 而且 會比以前更 更有機會讓大眾看到 因為以往你如果是 真的是很傳統的選戰 或是 比較鄉下的地方你要打選戰 那個真的是 路戰的資源是會很重 要花很多錢 花很多資源 錢還算是不是最重要 重點是你要花 你要 你一定要有錢 和有時間 然後和長期的培養 就是這些地方上的 重要的人士 那他們才會 一個一個幫你這樣子去拓 然後你才可能 慢慢的認識 讓更多人看到你 然後甚至是 你到這個場合 你一定要 一定的熟悉他 才會讓你講話 讓你跟大家有機會認識啊 或是幫你推薦啊 可是現在 我覺得 已經比較好了 譬如說 你可以透過你很多自媒體 或是 網路的影響力 去講你的看法 想法 只要有人認同你 你就可能慢慢的 可以滾起 滾起你的知名度 學求這樣 所以我覺得OK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還是蠻適合 而且我還蠻鼓勵 所以年輕人要多接觸政治的 我自己也是很早就接觸政治 所以我覺得多接觸 會打開 不同的眼界 那你覺得我出來選怎麼樣 我覺得你出來選 不錯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句話 真的嗎 你只要有興趣的話 其實是可以試的啊 但是 一定要可以 就是一定要會 一定要喜歡跟人群接觸 對對對 就是要 比較射牛一點啊 對不對 射牛喔 你不見得要射牛真誠 但是你願意 開放的心 然後比較 嗯 比較陽光一點 可以跟大家互動 然後願意幫助其他人 這樣子 就是心裡面還是要認同這件事情 做起來比較開心啦 對對對 要認同願意立他 立他 要非常的極致立他 然後你會 你會 因為立他 然後你會比較 有成就感的這種狀態 就很適合從政 但是如果你很活在自己的世界 然後你不想要 花很多你自己的時間 去 處理別人的事情的話 那其實就不太適合 哇 那我覺得我們這邊 好像真的不太適合 出來選這個 我們這邊好像都還蠻 大家比較關心的是 我的銀行帳戶還剩多少錢 或是說 可能我身邊發生了什麼事情 會不會影響到 我的一些 身材工具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我感覺啦 我覺得是不會 還是看人啦 不過本來對政治比較狂熱的 本來在年輕的時候 就比較少 如果以你的案例來講的話 就是我覺得你覺得很少 但我覺得我身邊還蠻多 我現在看到還蠻多年輕人 對政治有興趣的 就是想出來選舉這樣子 不一定想出來選舉 你對政治有興趣 不見得會選舉啊 你就是 你也可以當幕僚啊 哦 就是來幫忙 幕僚也是一種狀況 幕僚也不是只是幫忙 比如說 你不一定是第一線選舉的 可是你可以在後面做 比如說法案研究 或甚至是新聞媒體的聯絡操作 甚至是寫新聞稿 然後還有 比如說 陸戰上面 你就是可以幫人家處理選民服務 這個都不見得會是第一線要選 哦 那我來幫大家問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好 這樣賺得到錢嗎 以我們 以我們年輕人來講 我覺得你想賺錢真的不太適合從政 哦 想賺錢不適合從政 對 但是你愛賺錢的話 其實就好好去賺錢 可能會比較快樂 好 那大家知道 就是如果真的要賺錢的話 政治這條路 要有熱忱 對 真的要有熱忱 我們講個現實面好了 但是我想要補充一個 對不起 你等一下再回來講 但是我覺得從政有什麼好處 因為我還是畢竟 可能有人就是 想知道 有人想知道 你說不會賺到錢 那除了真的熱情想要服務 會有什麼好處 有很多好處 比如說你的人脈的托管 你的人脈會很迅速的 哦 這個很重要 那你不見得最後你會從政 可是其實這些人脈 你在這過程中有好好服務好人家 你未來去做生意也會不錯 其實有很多幕僚 後來自己出去做生意也不錯 哦 像我也有看過有些幕僚 他做的很好 服務的很好 然後就開始做一些小生意 也不錯 也有賺到錢 也有賺到錢 然後 一個是這個人脈 人脈累積 第二個是開拓你的視野 當然也隨著人脈也有關係 對 所以 比較具體來講 我覺得你說 你說就是從政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至少 這兩個我覺得還蠻推薦給大家 就是 你如果 對於政治 有一點點想要了解的話 其實不妨真的去投入看看 那有什麼管道嗎 如果真的想要投入的這些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 就不要 不要害怕 所謂不要害怕 就是說其實真的蠻多管道 只要看你要不要試 我舉個例 很多 議員 民意代表服務處 也缺助理啊 嗯 你就得走進去問他 你就是把你的履歷 真的認真的寫好 你就說 我想要來做這個事情 我不ok 這也 這是一種方法 那再來就是 黨部啊 或是可能會有各種的這種座談啊 幕僚 幕僚營啊 很多政治人物也會從幕僚營裡面去找人啊 因為至少做過一個基本的訓練 賀榮夜夜秀 我們 像 之前那個 有一個 我不知道他是 他是 他是立法委員還是民意代表 許巧鑫 是 是議員 但是他現在也在選立法委員 他現在也在選立法委員 那你覺得 他 就是上這個 賀榮夜夜秀這件事情啊 你有什麼看法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蠻棒的 我覺得 網紅 政治網紅化的這個部分 嗯其實我 倒不會覺得 什麼政治網紅化 因為本來政治人物就要跟大眾溝通 對 那他要溝通的管道就有很多種嘛 對 那你說以前也有人 也有政治人物會去上那種綜藝秀啊 有嗎 也有啊 以前也有政治人物會上綜藝秀 上綜藝秀 真的啊 那只是平台不一樣而已啊 說實在現在的我們的副總統 趙少康 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他以前就上過 好像龍兄虎弟吧 其實以前的 你知道你 我應該不知道 你完全沒聽過龍兄虎弟對不對 這是張飛跟那個飛玉清 主持的 啊去上面跳舞 唱歌啊 跳舞啊 都有啊 那本來你從政就是在跟 大眾溝通 尤其是民意代表 對 你在做的事情是在跟大眾溝通 嗯 舉例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那些議題 你也必須到某一個管道才可以跟大家講嘛 對 到某一個平台 那像他上賀龍 賀龍他們就是可能 賀龍夜夜秀啊 他們就是出群 可能比較年輕 嗯 然後也很有批判性 然後思維也很快 那我覺得這個 趕上這種節目絕對不是壞事 而且你有機會可以跟大眾做一個 溝通 其實對於 對於政治人物來講也很好 啊對於 國民黨來講也很好 因為有這樣子敢去嘗試的 人他可以開拓 大家的這個怎麼講 因為以往 國民黨的候選人 就不太敢去上這種節目啦 喔 比較 保守一點嗎 比較保守一點 比較保守一點 沒錯 所以我覺得 是好的 是好事 是好事 那你會想去上嗎 我如果有機會 我會想去上的 真的 只是希望不要收錢的上這樣 大家如果看到我覺得 偽鄉蠻有趣的 可以來聊聊看的話 那 那我會想去上 所以如果你說叫我 花一大筆錢之後 要去上這個 但像現在目前為止 我去上節目 大部分都是人家邀請 那我就上 所以你不需要另外再 再花錢這樣子 了解了解 像館長 我上次也上館長 那很多人就會說 你是不是付館長很多錢啊 但我要在這裡幫館長說話 我覺得館長人真的還蠻好的 而且他沒有跟我收錢 他真的就是 想要跟不一樣的 年輕時代的政治人物來聊天 聊天 聽說這一次的這個選舉喔 你有做一首歌 喔對啊 要不要唱一下 輕唱一下就好了 現在要輕唱喔 尷尬 不會啦不會尷尬啦 現場人雖然是蠻多的 但是應該是還好啦 他們都聽過嗎 都聽過啊 都聽過 那我就唱一段副歌好了 就只要想改變 因為我的Style 我這次的Slogan就是 選舉標語就是想改變 就是想改變 對 想改變 這比賽需要一個裁判 想改變 這一次不要再留遺憾 想改變 相信自己的判斷 想改變 就是邁向勝利的起點 那很開心今天來到香哥這邊 好 來一起來做這個聊天 那大家如果對於就是 呃這個部分還有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歡迎在各大平台底下留言區 還有YouTube底下留言區都可以留言 那如果想要支持 呃我們香哥的話 記得一定要去投票 投票日期是 1月13號 1月13號 大家一定要把時間轟出來 然後去投票好不好 西屯南屯的 西屯南屯的選民 拜託大家支持廖偉翔 如果國會要改革的話 就要支持廖偉翔 OK 好 那我們今天這集的Podcast就到這個地方 喜歡我們這集的Podcast的話 記得要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不好 然後 OK差不多就這樣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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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受憨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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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